今天很高興我們請到香港朱月品酒師協會主席周國明先生 Nelson Chow來和我們做一個專訪 我相信很多酒界的朋友都應該認識Nelson 沒有這麼說 就算未見過你也狗養你大名 小女子一定是 沒有這麼說 今天我見到有十二位評判 就來參加了一個 第一屆中國精品葡萄酒的一個比賽 是 沒錯 我想問那個結果是否跟你心目中 譬如根據你的比分 是否都是在你心目中之內的結果呢 每一個組別挑出來最佳的那款酒 都是我給最高分的那款酒 兩個都是 OK 其實都很合乎你的標準 是的 可以這麼說 其實作為一般市民 或者是一般大家的 wine lover 其實我們對中國酒的認識也不太多 例如我們坊間大家常會喝到 接觸到的 聽過的 一定會有的 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然後可能歷史內的 就是張宇 王朝 長城 這些都是會多些人認識 但我看今天那些酒 坦白說我真的一致都未見過 沒錯 沒錯 譬如你作為一個專業的品酒師 或者是一個送給你試酒師 你覺得對於挑選這些中國酒 放進去一堆餐廳那裏 那裏會不會有難度呢 其實難度就不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品酒師的作用 其中一份就是 就是要挑選葡萄酒的時間 是懂得去做那個wide marketing 就是做一個定律來的 那變成當我們知道我們挑選了 或者我們知道原因 為什麼我們想挑選這種酒之後 我們自然有我們自己的方法 如何去推介 令到那些人認識多一些 譬如今天我們見到的 兩款得獎的葡萄酒 其實我對他們的信心真是頗大的 譬如那支Cirazzo 是的 沒錯 如果將來有些中彩餐廳 需要用葡萄酒的話 我都不介意會推介他們去用的 為什麼呢 其實是需要 因為全世界的酒品中實在太多了 沒錯 那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人 告訴你他認識完 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變成 如果有一些適當的推介 是幫到一些優質的葡萄酒的話 這個都是一個品酒師 其實很期望 很希望做到的一件事 所以一定要夠膽去做這些推介 但是當然你說 那我可不可以設定一個酒牌 80%都是中國酒 80%都是中國酒 20%是全世界其他酒 那就可能會比較困難一些 這個就是 在不同的市場 我們就要看不同的定位 但是我絕對相信 現時香港的中菜餐廳裡面 其實絕對應該開始去收納一些 我們國產裡面優質的葡萄酒 OK 比如剛才所提到的幾個品牌 其實他們都是一些非常優質的葡萄酒 我覺得可以用多一些 而今天我們經過挑選出來的這款酒 都是對我們來講 是ice opening 就是一個真是很突出的表現表達 是 我們甚至沒有幾款的葡萄酒 我個人覺得 他們的水平 甚至沒有去到國際級的異常 OK 我們希望都會看到自己的酒 多一些出來 在無論是香港或是國際市場上 是可以能夠多一些的出現 那我想問 譬如今天那支紅酒的總冠軍 就是一支煙台的Ciraz 就擊敗了所有一眾參與的靈下的選手 那支的特出之處其實是什麼呢 那支的特出之處就是 它的香味非常之複雜 有層次 但是複雜得來 它不會太搶的 就是說它出來的事件 是比較柔和 柔和優雅 在這個香味的層次裏面 不像一般我們所謂叫做新世界酒 有這麼爽的味道出現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比較優雜的 柔軟和柔軟的感覺 而入口的時間 它的果、酸和 structure 是均衡得不錯的 整體的均衡表達 所以你看到 到最後 很多人都是選它 是啊 看到全部都 三分四分三人選 是的 沒錯 所以你會看到 因為一個均衡的泡沫酒就是一般人所喜好的泡沫酒 其實我們所謂的一支好還是不好的泡沫酒 完全是講求它在表達出來的時間 能不能均衡 均衡裡面的原素 酸度 果性 質感 這三樣東西 怎樣可以表達得出來 而那支酒是表達得不錯的 可不可以說 因為平時可能喝Ciraz 通常一般我們坊間接觸到的澳洲多 那支酒會不會像一些北龍河區風格的那些 因為聽你剛才的描述都會像那一邊多些 沒錯 其實都會感覺到它比較優雅 但是它有實力的 這支酒是有實力 可以擺放一段時間都還可以的 但是同一時間你現在飲用的程度都很好 所以為什麼你營養的都挺適合 因為我們國內叫做西拉 或者叫切拉子 這個葡萄酒在澳洲來說是很出名的 但是一般給我們感覺是比較粗礦型的 我們叫它很爆發 即是Frontier 一些全部在前面給你 沒錯 沒錯 感覺 所以這酒我覺得是比較優雅的一些 Ciraz 即是一支比較有實力的中國酒 可以這樣說 譬如你剛才說的 作為一個市酒師送給你東西 你可能要去做一些Marketing 譬如你怎麼可以 譬如給一般坊間的市民去容易接受這支酒 會不會有定價或者定位 因為我不知道本身這支酒是多少錢 那會不會定位比較容易接受 我想最快捷也最好的一個方法 就是將它成為杯裝酒 即是by glass 即是by glass 因為很多人就說 你給一支煙台的酒給我試 但是如果你默默然叫它開一杯 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如果你叫它喝一杯而已 可以先試了 那很多人都會願意去試 這個是其中一個最簡單 最直接 最方便 最快捷的一個方法 其次就是我們要找一些真正正的適當的食品 去將它相配合 哪一位客人點了這個菜式之後 就告訴你 你要配這個酒一定是最好的 當然我們一定要知道 那個食物與酒的配搭原理 是不是真的完全是雙配合 當然 雙配合得到 八道的效果 我絕對相信那些客人都會很欣賞 那如果你推薦會通常配些甚麼菜式 因為通常我估計都是中菜的 中國酒的 或者是正常的 我們希望都是中菜的 因為其實看回我們自己的角度來講 在香港 甚至在國內也好 我們的主力仍然是中菜的 是吧 我相信香港來講 接近80%的食肆是中菜餐廳 所以我們絕對應該在中菜那裏 是做多一點的設計 說真的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中菜廳 無論是裝修 都已經美倫美換 很多都我看到 一定有這個 wine cellar 一定有這個 wine rack 一定有 wine rack 也有 wine display 沒錯 但是賣酒的人就很少了 相對來說 他很少會去推 通常大家都會去針茶 是的 沒錯 所以我們就希望把這個文化藥 能夠真是植入得到我們的中菜系統裏 自然不同方向的銷售都會好些 既然我們有中國葡萊酒的產品 我們都希望在這方面 是能夠在接下來的時間 可以多些在這方面去開展推廣 好 剛才套了一點點的題目 我見你剛才 比如說回比分那裏 我見你其實因為有今天的比賽就有分白酒 紅酒就有分兩個大項目 一個是non cabinet 就是非赤霞珠的類別 和一個赤霞珠類別 沒錯 我見你或者可能其他的評判 一般都是比非赤霞珠類別高分 但其實很多大家的心目中 其實是中國 赤霞珠是一個很主力的 主要都是赤霞珠或者品藝珠 即Cat Brown那邊主打 那為何會反而是比非赤霞珠那邊 那個分數會高些 我想有兩個元素 第一就是因為今天我們所去品牆的時候 大部份都是比較年輕一些 OK 譬如好像是2010年 2011年 那真的比較年輕 都有的這些年份 那赤霞珠大家都知道 它的品種來講 其實是 Tenning structure 色素和酒精 都會比較猛烈強壯一些 沒錯沒錯 所以這些酒是需要多些的時間 給它去做一個換氣的過程 然後它才會能夠慢慢去 mature 我們亦都期望 如果是Cat Brown那些赤霞珠 這些葡萄 真的會長久一點 然後再去飲用 才會好一點 OK 所以今天可能在那方面的表達表現 比起上是生力了一些 即是太硬了 對 太硬了 生力了一些 所以形成了 這個就是為何會 你見到非赤霞珠裏面 可能in general 比較容易的appreciate 因為其次的 我們就看到會有一些 有些薪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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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賠品種 在那個系列裏面 所以變成 這個就是 比較容易被人去接受 或者是 年輕一點的時間 都可以接受到的 一些 明白明白 好 今天很感謝Nelson 接受我的訪問 我自己 起碼對今天 來到這個盛會 都學會了不少 好 多謝你先Nelson 好 謝謝 請示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